清朝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,等级对应着待遇,哪怕你有钱,也不能享受超过你所处等级的待遇。 以教子为例,不同品级的官员,教子的装饰和教夫的数量都不同。总督,巡抚的教子教顶用银,教夫八人。四道官员教顶用锡,教夫四人。那些不入流的小官,连成教子的资格都没有,只能骑马。 清朝另一项体现权贵地位高低的制度,就是续养奴婢,今天重点说说。我们在电视剧中,经常看到大臣家里有男男女女的庸人,在院子里忙来忙去,这些人极为奴婢。晚清老照片,又一穿素衣女子极为奴仆。 大臣家里蓄奴,是皇帝上赐给他们的权利。蓄奴的数量,体现了权势的大小,并不是随随便便自己想养多少就养多少的。 1686年,康熙皇帝规定,汉族总督,群府准备男女奴婢各五十人,共一百人。 帆斯、涅斯两官准备男女奴婢各四十人,共八十人。道元、知府准备男女奴婢各三十人,共六十人。同之,知州、知县这一级别的官员,准备男女奴婢各二十人,共四十人。 知县以下的杂志准备男女奴婢各十人,共二十人。对于满族官员,皇帝给予特别的优待,与汉族官员同一级别的情况下,可以加倍续养奴婢。 一七零二年,康熙帝进一步提高满族督府的蓄奴数量,最多能养五百人。晚清保定,满族妇女及其奴徒。 规定不可谓不清楚,但实际上,各级官,原往往往故法纪,超标准蓄奴,尤其是那些出身豪门的官僚,最多的能蓄奴千人以上。 清朝有事,农、工、商四个社会阶层,那么,奴婢属于哪一个阶层呢? 其实,奴婢不属于四民之中任何一个阶层,他们属于四民之外的建籍。也就是说,他们是没有人身自由,依附于主子的会说话的工具而已。 主子根本不把奴婢当人看,任意驱使,百般压榨虐待。 《红楼梦》中贾府的交大就是一个典型的奴婢,他救过主子的性命,主子对他可有什么感激之情。 晚清奴仆 清朝的法律确认了奴婢低贱的身份,最显著的有两点,一是他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,二是他们不能与平民结婚。 对于后者咱们多说几句。 大清律律互律明确规定,凡家长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,帐八十。 其奴自娶者,罪易如之。 若望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,帐九十。 各离亦改正。 奴婢如果与平民结婚,不仅要踏定婚姻无效,主子和奴婢,都要受到极重的帐行惩罚。 帐八十、帐九十,足以致人死命。 清朝皇室和官吏之家续养奴婢成封,那么,这么多奴婢是从何而来的呢? 奴婢主要有三个来源。 第一,明末清初,满族官兵俘虏的汉族人口。 有学者粗略统计,皇太及十七八七军队入官俘获的汉族人口在百万以上。 近1643年,阿八太率军攻入山东远州,一路上攻克巴。 八成,逼将六成,俘虏三十六万人。 晚清北京奴仆。 第二,平民被迫卖身为奴。 我们都知道,卖妻玉子这个成语,就是指平民家庭在破产之际受卖妻子儿女,换取些许钱粮,一度过艰难时期。 在遭遇严重自然灾害,无力偿付币租和付税的情况下,卖妻玉子的现象所在多有。 清朝奴婢买卖要签订契约,并且到官府战印,才算合法。 抢掠妇女儿童准卖的,属于非法行为。 第三,将罪犯发遣为奴,或者将犯罪官员的家属伐墨为奴。 清朝法律规定了三十多种犯罪可发遣为奴,如犯强盗罪不足以处死的,偷袍的幕两次的,民人买逃卖逃的,等等。 部分犯罪官员的家属,被围入奴籍,亦在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。 1682年,穷州总兵同国卿,投降了叛变的尚可喜,结果家产被没收,家人被迫加入了奴婢队伍。 雍正时期,皇帝曾允许奴婢赎身,开阔为良,但这种没有制度保障的预旨,根本无从落实。 直到一九零九年,清朝颁布新的法律,才正式废除奴婢制度,所有奴婢盖听赎身,放出为民,无理赎身的,盖以故公人论,参考资料,徐科行败类超奴婢类,大清律利互律,林永匡,王熙,清代社会生活史。 练。